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阳阳君 今天我们继续带来一期 商业互吹系列 为了盘点盘点游戏里 致敬其他游戏的经典彩蛋 不管是小众还是热门的游戏里 这些个致敬前辈们的秘密 都是游戏开发人员的小心思来的 这些个游戏要或许在它的童年 亦或者是在他们开发游戏的过程中 产生了影响 好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视频 老规矩大家可以在弹幕里猜猜 致敬的是哪款游戏 第21个才能们聊聊 疯狂麦克斯 这是和电影系列同名的 末日像开放世界冒险游戏 粗犷的废图气息 以往无际的黄色沙漠 成为了本作的主调子 喜欢的人爱不释手 当然也有巨之千里之外的玩家 沙漠里自然常有各种各样的彩蛋 今天要讲的这个彩蛋藏的有那么一点酸 首先我们来到这个类似巨型铁罐这里 用鱼叉勾住铁门再用汽车拉开才能进去 里面的氛围稍嫌诡异 我们毫不犹豫的跳下去 到处都是尖刺和陷阱 我们一直走一直走走到里间 这时候往左边看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幕 一个光头佬躺坐在浴缸旁边不省人事 而浴缸里则是一只格格不入的黄色小鸭子 小伙伴们get到了吗 很显然这里是致敬杀手系列 你们看这个光头以及特殊撤退时 经常出现的小黄鸭 哼没想到杀手时期居然命上黄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乐高系列的电脑游戏 没想到乐高系列的游戏居然多达65款 今天要讲的则是著名的子皇玩 经典的电影加上乐高可爱滑稽的角色 碰撞出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 这款发布于2012年的动作冒险游戏 藏有不少彩蛋和致敬 其中一个就在风云顶这里 当我们击退黑骑士之后再回到这里 可以看到山顶有一些废墟 如果我们跳上去 则可以看到一根引诱你往下跳的木板 当我们纵身一跃就可以听到这熟悉的音叫 不用我说吧 这音叫声致敬的自然是刺客信条系列了 无独有偶同样的彩蛋也藏在堡垒之夜里 这是一个粉丝投稿的彩蛋 谢谢你的投稿 当我们跳伞的时候 跳码头旁边这根高压线这里 就可以看到旁边竟然有一辆手堆车 以及一个大草堆 是的我们可以直接跳下去 就像刺客信条里的一样藏在草堆里 第二次刺客咱们聊聊 彩蛋藏客内脏清洁工 没想到这款作家物的第一人称冒险游戏 竟然藏有如此之多的彩蛋 今天要讲的地图是植物园地图 满眼的绿色 还有发出奇怪声音的袍子 是这一关的特色 彩蛋则是藏在这边的角落里 仔细看就可以看到草丛后面 似乎藏着什么东西 好家伙啊 居然是个大头盔 放在地上就可以看到正面了 这头盔不是别的 正是EA史上最恐怖的游戏 《死亡空间》里的三级头 《死亡空间》 乔宜刚刚讲过没多久 这是一款第三人称过肩视角的恐怖射击游戏来的 是一个氛围满满 不可多得的游戏系列 荣耀战魂 这是预必开发发型的 多人在线格斗砍杀游戏 我们可以在游戏里扮演中世纪幻想世界里 出现过的战士们 这就包括了骑士、武士、维京人以及武林 游戏整体的数字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大家知道的嘛 土豆服务器掉线成了家常便饭 再加上平衡性的问题导致后来 玩家流失比较严重 游戏里大大小小的场景和地图 常有不少彩蛋 这条角的彩蛋就是在夜晚天气下的圣殿桥梁 当你选择了正确的对战模式 就可以看到远处一座桥上 似乎有两个人正在战斗 这里致敬的其实是真人快打系列里的深渊地独 毕竟如此,桥上还有一团火 这里则是在和老版本的真人快打系列 互相呼应 还记得之前污奈讲过的《断剑2》《燕镜王》 这几款非常特别的小众冒险解明游戏 我们通过点击鼠标来完成场景里的各种互动 虽然说游戏是发布于20多年前的1997年 但是现在来看画面画质什么的也还行啦 当我们来到地铁这一关的时候 可以通过各种操作 在这个贩卖机里获得一根巧克力 而且是年代久远的巧克力 这时候诡异的荧幕出现了 地图里竟然出现了一只鬼魂 这时候如果我们拿起刚刚捡起的巧克力 与其互动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幕 如果你以为这个无理头彩蛋就这么结束了 那你就错了 刚刚左边还过不去的地方 竟然暗藏机关 这个时候与其互动 就可以看到这样略显恐怖的一幕 这个时候也没出现了 开工 不准备小姐 你叫我吗 是你吗 我记得你现在 你现在 又听说 别发尽到那里 没有人告诉 Robert Foster 那里 你不明白 我以前玩这个玩具 之前,那裡有什麼可憐的事 有些怪獸的怪獸 你真糟糕 他們沒做到像這樣 一開始羊群以為是個無厘頭彩蛋來到 結果是個恐怖彩蛋 再後來查了一下資料 才發現是個遊戲自盡彩蛋來的 剛剛出現的那個男的 其實是遊戲開發商以前製作過的遊戲 鋼鐵天空下 跟本作一樣是賽博朋克主題的科幻解謎冒險遊戲 發佈於1994年 是一個我自盡我自己的遊戲彩蛋 接下來第27、28個彩蛋 我們來講講比較熱門的遊戲 首先是民間版生化危機 白日夢魘1998 之前已經介紹過這款遊戲很多次了 是一款還不錯的恐怖像 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從頭到尾都有生化危機的味道 遊戲裡彩蛋和致敬什麼的非常多 今天要講的是當我們來到籃球場這附近 解決到好幾個殭屍之後 可以來到邊上的遊戲廳 角落裡放著這樣一台遊戲機 這圖標這logo 不要兩句我多說了吧 妥妥的就是半條命三的致敬 網友和遊戲開發人員對半條命三的執念 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賽亞軍之前剛剛講過的CSGO 還有好久之前講過的賽博朋克2077等等等等 都可以看到半條命三的小彩蛋 也不知道半條命三或者我們說半條命四 會不會有一天真的突然就發布了呢? 同樣這近半條命系列的彩蛋 還藏在一代神作《泰坦遠落2》裡 由重申工作室超到EA發行的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遊戲整體數字極高 濕滑的手感爽快的射擊遊戲的關卡 各種好評如潮 但是卻叫好不叫做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銷量 當我們來到遊戲的因果報應關卡 就可以拿到非常令人震撼的道具 時間完蛋 輕輕一看就可以在兩個時空之間自由的穿梭 甚至是完成一些平時想不到的操作解鎖一些成就 不過就在拿到時間完蛋之前 整個地方由於時空不穩定 經常走著走著就開始穿越 而就當我們剛進入這座設施第一個時空扭曲子裡 我們可以看到防護服旁邊有一根撬棍 雖然就只有那麼短短的幾秒很快 我們就穿越回來 但是防護服也撬棍也 雅君覺得這並不是巧合 應該就是一個半條命的致敬為跑 大家覺得呢? 接下來我們來聊聊廢毒生存 開放世界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輻射4》 遊戲裡有一個技能非常的有意思 叫做《神秘客》 當我們點了這個技能之後 在V模式下就有機會造喚一個神秘客 這個神秘客全身皮套 西裝長褲皮鞋 頭戴牛仔帽 手持一把馬格蘭左輪手槍 對著敵人局部就是一槍 其實這是一個傳統藝能來的 早在輻射一和二裡就有了 只不過全身黑色 而在後面的休閒遊戲《輻射避難所》裡 我們偶爾會在餐廳臥室等地方 看到它微微舒服的出現 搓到還可以換點錢幣 不過今天要講的 卻是另外一款小眾獨立遊戲 《邊緣世界》 這是一款基地建設向的沙河類遊戲 要非常的上頭 不推薦大家玩這個 因為遊戲極易上癮 在其中一個劇本裡 我們三個小人破降到了一個一星球 要在這裡探索生存建設 好好的活下來 如果我們非常菜 導致小人們死的死傷的傷 基地全面癱瘓 這個時候就有可能觸發 黑衣人的小彩蛋 一名身穿大衣 頭戴牛仔帽 手持左輪手槍的黑衣人突然出現 直接加入你的陣營 開始拯救無可救藥的你 而這個特殊世界 楊俊我覺得 就是在致敬膚射系列裡的神秘客 好了終於到今天 最後一個慘難了 我們講講頗受爭議的生活危機5 生活危機之父 山上真是離開了卡普空 沒有參與五代的製作 但是五代到處都是四代的影子 而且劇情又一塌糊塗 所以一直以來評價都不是特別的好 最近重新打了一遍生化危機5 說實話其實感覺也沒有那麼差 味道靈魂什麼的都還是在的 而今天講的生化危機5的遊戲自禁彩蛋 則藏的比較深 在DLC迷失惡夢裡 這次我們又回到了石兵賽公館 我們扮演客叔 可少則幹著老本行開開鎖 大家都知道 生化危機5的虛角是這樣子的 就是這種第三人稱的月間虛角 不管是探索還是設計 相對來說都是比較方便的 所以關卡一開始 如果我們回個頭來到大門這裡 對著大門調查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互動 執行任務中 不可能回頭 如果我們再次一次 直到第三次 就可以看到問號了 再次互動 視角突然切換 變成了經典的固定視角 是的現在我們變成了固定視角 來遊玩這個DLC 想必生化危機的老粉絲們 應該馬上get到了吧 這就是致敬生化危機前作們的小彩蛋 以這種方式致敬前作們 真的是妙啊 好了本期視頻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別走開 最後還有彩蛋 不管是小眾遊戲還是熱門系列 彩蛋都是這麼的精彩 最近更新的比較慢 因為有些遊戲的素材真的非常難錄到 在這裡跟大家說聲抱歉 好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喜歡本期視頻 還請多多三連支持支持 可以點播關注和訂閱就更好啦 這裡是用心做彩蛋視頻的羊群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 ux toys 打開 Roll B-3 出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